FPE会场限定钢索是原色钢索的重图 使用了G2的涂装样式 玩具主体除了涂装之外没有任何区别 只是取消了原色附带的目标战士 明目黄色打底的基础上点缀了蓝色斑纹 要比原色更加突突野兽的气质 伪装形态下尾巴偏短 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恐龙的整体气质 少量透明件的使用和镶嵌 让玩具的纹路会显得更加细致 武器配件在野兽形态下的搭载方式 则头原色钢索保持到完全一致 直接来看变形默成 取下背部武器 解锁颈部卡扣 在整体后翻到底 解锁腹部卡扣 打开胸口 向两侧翻动 再向后翻动 把根部关节凸起和龙行径部锁定 前置按习惯摆放机座 拉长腰身 把肩管节向上旋转 把下半身解锁 外翻小腿 解锁脚掌 在整体延门间翻出 把小腿外翻到底 尾巴向内翻折 再向下翻动 收进小腿内部 锁定内侧卡扣 旋转双腿 收起小腿正面筋器口 把双臂下翻 小臂旋转1.80度 翻起手掌 旋转90度 旋转龙行脚趾 上翻贴格小臂 把武器插进手心 背部武器左右拆分 翻出握柄 可以插进手心 也可以通过滑道安装在背部两侧 如果有原色钢索的王座和王冠也可以进行互动 玩具的变形过程比较简单和原色钢索是完全相同的结构设计 对比伪装形态 钢索的人形搭载全部武器之后会显得更加夸张和细腻 全身卡扣的位置精准 在变形过程中不需要过多调整体现了做工的精细 用料相当厚实 而且拥有较强的韧性值 零件的边缘比较锋利 FDD曾经是老牌第三方的第一题 对沉寂虚度还能推出新玩具确实比较让人意外和惊喜 期待后续产品能够保持一贯的玩具素质和独特的变形逻辑 太过 给谁了